大家好 我是阿慶 今天要來分享一道 小孩子會很喜歡的壽司 這個壽司的做法 我把它簡化成在家裡 都可以很輕鬆簡單做出來的 家常壽司 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就是壽司飯 那今天阿慶要來分享 黃金比例的壽司醋給大家 跟著阿慶的腳步 一起來製作家常壽司 這個壽司醋的做法 裡面有加昆布 這個昆布表面白白的 它叫乾露醇 曬乾烘製的過程 它會產生的這個粉狀 它本身有一點含這個糖度在裡面 它是一個非常棒的 提鮮的鮮味劑 所以這個不要洗掉 先放進來 這邊準備 250cc的白醋 一般在做壽司醋 大多都是用白砂糖 我會用冰糖是因為 第一 冰糖的甜度沒那麼甜 第二 它會回甘 那冰糖下去了 40克的冰糖 現抹的這種玫瑰鹽 第一 鹹度不會那麼鹹 第二 這個鹽的辣也沒那麼高 小匙的1 2匙 提升這個回甘度 來 稍微攪拌一下 我建議泡的時間 大概抓2至3個小時都可以 它泡過2小時後就像現在這樣 湯呈現金黃色 昆布也泡開了 來 那現在煎蛋皮的訣竅就是 要打到完全散 我是撈不起蛋液的 有沒有看到 擦手指沾一點油 表面塗勻之後 你會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表面有一層油 好 那鍋子稍微有熱度了 有沒有 稍微冒煙了 蛋液 這裡是兩顆蛋 就直接倒下來 中火轉下去 就一直這樣旋轉 來 你看喔 我都一直這樣旋轉 有沒有看到 煎蛋皮的火不要大 不能大火 因為你大火 你蛋皮煎起來 它的毛細孔會很大 像這樣子均勻的去烤熱它 你先看邊邊 有沒有看到它捲了 完全都捲起來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翻面了 我已經起來了 它可以 蛋皮可以提起來 提起來之後翻過來 一翻過來 馬上關火 好 再來 直接倒扛過來 漂亮的蛋皮煎好了 我們讓它涼一下 那我先來切小黃瓜絲 放涼之後 蛋皮它會比較緊實 在切的時候比較不容易破掉 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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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 盡量捲扎實一點 因為你在切絲的時候 會比較好切 壽司飯要開始製作了 第一個重點就是 你這個米飯一定要熱的 再來 今天的水的比例 5米跟水是1比1 因為待會兒 這個米粒還會去吸收醋汁 所以我不建議煮太軟爛 這樣子壽司飯吃起來 就比較不會Q了 來 煮好的飯 就直接倒 趁熱 壽司醋 我們剛剛調壽司醋 100cc 分次加 不要一次全加 均勻之後 再來 一定要像我這樣子 均勻的下去拌 米飯吃到壽司醋 它會變得更粘稠 飯才會Q 拌好的壽司飯你會發現 飯它會閃閃發亮 有沒有看到 就直接開始來包壽司料的 來 把保鮮膜先鋪上去 燒海苔就先下來 要開始來捲壽司 記得旁邊準備一鍋 開水 稍微沾一下 沾水主要是不要讓米飯沾黏 就均勻的鋪在海苔片的上面 像這樣鋪均勻之後 撒一點點白芝麻 增加一點香氣 好 那開始了 再來要把它捲起來 那捲起來就是一個小小技巧 那我要捲之前 我會稍微壓一下 你看喔 我的訣竅就是 我會把乾的放在最上面 乾的就肉鬆 因為你在包比較不會去黏到 捲起來 你在捲的時候 你要記得手要去 把料給壓起來 好 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捲 好 再來跟著捲 保鮮膜不能包進去 這非常重要 好 那捲好之後來 把它逼緊 這樣子一條壽司就好了 我會兩邊這樣子 把它吹好鞍 第二個呢 你就先把這個蝦卵 先鋪上去 撒一點芝麻 壽司飯 我的飯我是這樣壓上去的 一樣 記得要沾水 細的這一面朝下 這樣蓋上去 再來一層薄的白飯 這個薄的白飯就是要讓它 待會可以黏你要包的這些料 那一樣來 把它這樣捲起來 捲起來的時候這個手 你一定要把裡面的料擠進去 然後這一種呢 你就把保鮮膜給捲進去沒關係 好 這樣子慢慢的推進去 慢慢的推進去 那一樣 把它逼緊 切壽司的刀 一定要夠力 不然你切下去 你那個米飯會黏 你也可以像我這樣沾一點水 記得喔 因為這個壽司啊 你這個保鮮膜在上面 一定要小心 吃的時候要拿起來 顏色繽紛好吃的 家常壽司完成囉 如果你有喜歡今天影片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加分享 讓阿清知道說 今天的影片你有喜歡 對你有幫助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